黑色轎车在台61线高架桥下 大甩尾发出刺耳引擎声 不只甩尾现场还烧胎冒出大量白烟 也不管还有其他车在等红灯 甚至还有辆车竞速 两辆车在道路竞速甩尾飘移 还有另外一段影片 驾驶把马路当赛车场不断转圈 标车地点就在台61线 喜冰快速道路彰化方圆路段杂道下 聚集标车还有民众围观 po网炫耀 不过影片查证后发现 是两年前元旦凌晨发生的事 告示牌只有一个 实际回到标车地点 转弯告示牌确实和影片中长得不一样 而标车甩尾行为除了可以开罚 6000到36000元 还触犯了公共危险罪 网路就骗重po也可能会违反设違法 只不过两年前的甩尾影片 两年后警方抓到折煤 警方补充当时现场大约有30辆车 事后逮到两名驾驶 分别为方姓和理性驾驶 都因为涉犯妨害公众往来安全罪 遭到判刑 方姓驾驶因为累犯加重处 有期徒刑四个月 理性驾驶则是处 有期徒刑两个月 TV新闻城市中黄国军罗欣张华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